大家早安 今天集中現場 我們持續帶你來聚焦的是 俄羅斯南部有一間拘留中心 爆發了劫持事件 原因是由兩名的職員 遭到ISIS給劫持成為人質 嫌犯一共有六個人 其中有三個人是隸屬於ISIS組織的 並且準備在俄羅斯境內 發動恐怖攻擊 而被判處長期監禁 執法單位談判為骨發動突襲 當局現在強調說 這嫌犯已經被清除了 人質目前是沒有受傷的 同時間烏克蘭的和平峰會 16號在瑞士這邊閉幕了 儘管這一回中國大陸 是沒有派代表團參加的 但是烏克蘭總統德倫斯基 在16號就表明 中國大陸是可以幫助他們的 我認為 好 尽管在俄乌战争之后 中俄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 尽管如此 泽伦斯基在和平峰会上头也表示 乌克兰从来没有说过中国是他们的敌人 泽伦斯基并且呼吁北京 今后应该要认真参与发展当中的 俄乌战争的和平提案 而对于中国大陆缺席和平峰会的原因 其实先前大陆外交部就曾经表示说 中方坚持国际和会应该要具备 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 以及对所有和平方案来进行公平的讨论 等等的三项重要的要素 否则很难以这个成为恢复和平 来发挥实质上的作用 乌克兰和平峰会就在16号正式落幕了 那有数十个与会国家在峰会最终的公报 是一致同意的 同意的是金服当局应该与俄罗斯来就 结束战争进行对话 但是呢其实参加的国家有90多个国家 可是只有80个国家是签署会议公报 同意乌克兰应该就结束战争和俄罗斯对话 并且强调需要各方的参与以及对话 才有办法实现和平 也重申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应该作为任何俄乌和平协议的一个基础 除了这些不同的观点 而另外根据英国媒体BBC的报道 联合公报将这个两年多来的俄乌战争 大规模的生命财产的损失 都是归咎给俄罗斯的 堪称是乌克兰的外交一向成功 而参与峰会的90多个国家 其中沙烏地阿拉伯 印度南非泰国 印尼墨西哥跟阿联酋 还有巴西 都是婉拒在公报上投签字的 好另外来聚焦的是台海局势 当然现在是牵动了整个全球的国际关系 而最近两岸却是陷入紧张关系 到底是谁在从中作梗呢 好现在根据英国媒体金融时报 一个最新报道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曾经告诉欧盟职委会主席 美国是试图刺激北京武力犯台 想要借此毁掉中国大陆 但是习近平他同时强调 他是不会中极的 到底是谁在挑动台海紧张局势 金融时报爆料 习近平曾告诉欧盟职委会主席 反德赖恩称美国试图 刺激北京武力犯台 借此毁掉大陆 习近平强调他不会中极 同时警告大陆官员不要上当 报道中称习近平说 中美间的冲突将毁掉大陆 至今许多成就 破坏他在2049年以前 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 这是习近平首次对外国领袖 表达美国借台毁中的主张 这跟大陆前驻华盛顿大使 崔天凯最近发表的谈话似乎雷同 大陆学者也直呼这项消息 有可能秉承美国试图 透过提供台湾武器激怒北京 让大陆战开武力对峙 2022年裴洛西访台 更是引发解放军环台军演 美国驻中大使伯恩斯 最近透露中方多达八次 在不同场合都对他表达 中方对裴洛西访台的不满 面对国际战事和乱世平传 评选战的川普喊出 要为美国建造伟大的铁丘 川普拜登在战2024 27号将进行电视辩论 就怕变成口水战 主办方CNN公布规则 辩论期间只有发言的一方 麦克风有声音 另一人强制静音避免插嘴 而且全程禁止跟幕僚交谈 不可带笔记 凭实力正面交锋 记者李星座报道 我去给你 赚敏 机会 我去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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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给你